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开始讲定这个词 如果需要与我个人联系 以及获得相关的资料 请登陆功夫者官方网站 好 我们开始讲定这个词 定这个词跟上期的安字 要一起来去讲 才会有更好的意义 像我们的定字的话 它是会议字 表示的话是留纸在家的意思 因为之前我们讲安是一个女人在家 而定的话就是留纸在家的意思 大学里面有讲 知止而后定 定而后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思 思而后得 定是相对静止而不变的意思 同一字的话 我们讲决定啊 稳定啊 镇定等等 所谓心神不定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的 贪婪的欲望 无限的膨胀 贪心不如舌吞相 司马迁说过 欲而不知止 失其所欲 有而不知足 失其所有 反观当下的社会 人心浮躁 物欲横流 上至贪官污吏 几乎病态的去索取 造成我们 造成失身丧命 下至百姓的竞争 竞争压力 小孩子从出生开始 就是一直活在起跑线上 很多的父母 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殊不知 这些事情 会让我们伤心伤神 达到这种问题 而心神不定的 第二种状况的话 就是我们常说的 就是难以聚精会神 集中我们的精神 我们讲 这个军事作战的话 我们常说一个方法 就是集中优势兵力 去各个击破 当我们把这个兵力 分散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那些 事倍而功半的效果 当我们达到优势兵力 集中去击破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反观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你看小孩子在学习的时候 或者是看书的时候 一边听着MP3 一边嚼着口香囊 一边看着去书 看着这个书去学习 所以他把这个神 就全部分散出去了 我们讲这个匠心 就是说神是什么 神就相当于我们 专心致志 造成的这个 我们讲那个 专心致志技巧出烟 就是因为我们 达到了用神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好刚用在刀刃上 如果你分散了的话 这就不是好刚 跟这个最锋利的地方 就像我们各个击破一样 然后心神不定的 第三种状况的话 是迷惑 迷惑的话是源于我们 对于物质选择太多 为什么我们之前的前一代人 他们的话就很纯朴 就可以把一件事情 做到很精细 源于当时的社会基础的需要 就没有什么 可以去选择 我们常说的 子成福业一样 就是事情是工人 那你就是工人 就去好好做 你本质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句话 365行 好行出状 也在于此 而我们现在的社会 就是因为我们的选择太多 迷惑 而不是我们真正 需要做一些什么 所以心神不定的话 大多处于新火 新火比较旺 所以我们采用一些 常用的食物 来去调整 第一个就是说冰糖 还有莲子心 莲子心的话 我们大概是半汤匙的 小的那种汤匙 半汤匙泡水 就可以达得很好去火 而新火重的话 它的小便会比较发黄 我们会感觉到烦躁 这些是我们简单的 一个判断的方法 如果是再重的一些热的话 我们就会用一些黄莲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中药 而我们最常见 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达到一个静坐 或者是站桩 当我们站桩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肾部 就可以达到一个自我修复 达到一种取水去灭火 我们就会产生精液满口 然后我们把这个口水 吞进我们的丹田 就可以达到一种天然的 用我们的水来去灭火 就是降我们的新火 总而言之 像上之前讲的安 还有今天讲的这个定 它们是静一字 很容易混淆 当我们说内心 不安定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表达的是 内心七上八下的感觉 不安跟不定 在中音里边是分得很清楚的 它是一动 一静 一虚一实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给大家了解了一下 这个安和静 像我们在运动中的话 我们也要做到这个心安而不惧 行劳而不惧 量力而行 以及长 就是我们要用长远的角度 跟这个规划 来去规划我们的衣食住行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谢谢大家 当那烈日在我胸口烧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一起讲胸膛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